各位朋友跟著華視鏡頭帶你來到日本山形 東北縣市這邊非常知名的景點 銀山溫泉區 這邊在過去幾年真的非常的有名 特別是在COVID-19疫情期間 現在當然大家可以來體驗 那銀山溫泉特色之處在哪呢 兩旁街道都是大正時期保留到現在的傳統建築 現在更有趣的是 你可以在裡面體驗一天的住宿 加上泡湯加上吃日式美食 當然如果說你硬要在一年四季選一個季節來的話 冬天是最多人推薦的 就是這等浪漫景色 讓銀山溫泉爆紅 一年四季遊客滿滿 不過日本這種二線城市交通 你想靠自己抵達得做足功課 很多人想從東京過去 搭新幹線單趟要三個小時 還得轉公車 類似狀況幾乎是日本二線城市通病 像這同是東北 日本當地人很愛的神社 日本人還會把帳單拿去洗 至於洗完的錢 他們習俗是不能花掉 留著當發財金 然後它這邊同樣也有進水籤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試一次給你看就知道了 神社抽籤之外有些地方 還有這樣的水籤 用水沾濕後運勢就出現 金蛇水神社可以說是日本東北 最知名求財神社 很多企業大佬都會去參拜 甚至神殿四周這蛇文石 當地人會用手摸 相信能因此帶來財運 這些特色玩法跟景點 相較於東京大阪 確實知道的人少很多 其實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話 你搭到離這邊最近的JR車站 再轉計程車也要個大概十分鐘 才會抵達這個目的地 複雜交通總讓自由行旅客 卻步這些地方 過去調查 台灣人出國玩 自由行比例高達七成 但多數都去交通方便大城市 現在這些二線有趣經典 成了航空公司旅行社 金其母2.0 以東北為例 秋天賞風 冬天玩水泡湯 台灣航空公司拓展好多航點 韓館 花卷 仙台這些地方 自由行旅客能自己飛過去 省掉拉車時間 旅行社也聞到商機 大改行程 現在跟團出遊會是類似遊行 但你踩的點 都是最知名網紅打卡區 這幾年的確是 普航的航點變多 就是不管是去四國 東北 或者是三一三陽這個地方 的確是比較多 大家都會逐漸地往首都圈 或者是大都市以外跑 領隊都觀察到 非二線城市的人或旅行團 開團比例變高 比較一下就知道 自己從東京到銀山溫泉 搭車三個多小時 來回半天沒了 車票加起來台幣五千四 但若直飛東北機場 到山形站搭JR 車程五十一分鐘 車資來回台幣三百 至於跟團雖然比較不自由 但實際看旅行社 五天四夜行程 但你去交管五家屋夫 平泉中村寺 日本最美的閻美溪 經蛇水神社搜島到銀山溫泉 都是年輕人的愛 兩萬五的團費 包住包交通CP值不算低 甚至三線城市背海盜之床 踩上來自俄羅斯 惡禍刺客海流兵 都是很少人知道的 東京大阪以外的城市 魅力滿滿 看你要自由行 或啥都不用規劃的 懶人跟團法都好 總之有更方便的前往方式 華視新聞送一張林銘專題報導 哈囉我是林銘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